大家早晨 多謝各位的生日祝福和歷史 過了生日,今年我會繼續努力 昨晚美國經濟告據公佈 你好,股市急升 這張是獨定斯工業平均指數的日線圖 你見到已經在挑戰前升浪頂的阻力 頂部阻力 我覺得不會太大 估計美股還有少少的上升空間 不過留意,已經是呈現嚴重超賣了 這一張是小時圖 升了上去之後 中段開始就橫行發展 而指標逐步串淡 預計美股在下星期的高位越來越大阻力 港股方面,我前天 早上開市前 和昨天早上開市前 分別建議大家 沽了一隻 未團點評 然後換入 迎賦基金 這就是兩隻股票昨天的表現 一隻 高開就落 一隻 開完之後就不斷上 都有點幸運 前天我叫大家162個頂沽 一開就164個頂沽 沽了 然後昨天更靚 165.9 接著就急錯了 如果你看看那個15分鐘圖 你看到 前天 高開 然後轉為橫行 但兩次衝了出來 你兩次都不走 昨天開 還有一個更靚一點的機會 不過談花一言 只不過在勁隔時段出現 讓你走 然後再急錯 跌到的位置 比前天的低位 然後跟著就橫行偏遠 迎賦基金 前天的走勢 差不多 換畫之後就沒什麼好處 但昨天就不一樣 大家看看 我們跟著看恆生指數期貨 恆生指數期貨 這張是周線圖 我們有三個數量方式 再看看 其中一個 括弧A 括弧B 括弧C 完了 跟著括弧1 括弧2 括弧3 機會大了 因為根據昨天晚上 我們看到 除了美國股市的表現之外 我們看到 我們的恆生指數期貨 夜期的表現 你猜這個 一定是穿的 星期一開始 在括弧3上 另外第2個數量方式 括弧A中的1,2,3,4,5 不像 因為已經從這裏 不能再下 衝上去 另外一個 括弧A中的1,2,3,4 二分為 不規則平勢型ABC 或者 正常平勢型ABC A B 亦都是不像 因為這裏有很大的支持位 所有中線投資者 拿這裏作最後 止蝕位 沒有錯 昨天 恆生指數期貨在夜市的表現 升到1.105% 這是接到3點 香港時間凌晨 不過3點之後 美國都沒有大變動 估計香港 星期一高開的機會 非常大 好 我們會在 明天 明天我會有一個 第5課 第5課 投資現金教育 各位Gold Patrons 如果你有興趣 上課的話 當然是看 你可以無限次看完之前的4課 立即去upgrade 你們自己upgrade 在用截定中 由Gold 轉為Diamond 我們明天見